回来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在这个新移英港人最爱乐的脚点 在哪里呢 就是曼切斯特曼城 有一段片段相当离人震撼 我亦都问过当地的网友 这一段视频亦都令到各位很害怕 当然那些新移英群组传出来的 后来我查回原来这个太阳报也是有报的 吓死B&O的妈妈 为什么呢 因为以为 在英国的小孩比较安全 读书好自由好开心 但是 如果好像这班 这样的人 这班年轻人 这班年轻人 讲真 每个人都会担心 是什么事呢 原来 在 曼城市中心 日前 就有 几百名的学生 产生暴乱 是与警察发生暴乱 其实这些 多数都是中学生 这个不是我说 是大曼切斯特地区的人 警察说的 警察 就被人订的 有订鸡蛋 订乳 就是这个奶色 还有一些 杂物 而 电车服务 都是因为 这个 这样的事件 是改变方向 当然 之前 有人就说这些叫最美丽风景线 这些警民冲突 叫最美丽风景线 那当然不是 这个佩洛西说的 原来 在这个 市场街和 卡皮卡迪亚 花园中心 其实 附近 部署了大量的警力 为什么 因为 一大群青少年 在那里聚居 旁边的人 亦很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一家麦当劳 亦被迫关大门 因为 太多太多人 在那里聚集 而且有人就向这家麦当劳订 最多是订鸡蛋 还有 是这个Milks 店主只可以 立即关门 并且 是 开了这个 防盗器 就是担心冲进来 不过都没用的 你开这个防盗器 其实就是担心他们冲进去抢 试图是保护他们的 财产 应该的 因为那么多人 而且那些人 就相当躁动 曼茨斯特的 这个 地铁公司也都说 由于 在这个地段 发生事故 所有服务 将是要 照过某些站 当然 他们也都说 在 这个地段 不再有任何服务 对于 为各位旅客 带来的不便 这 公司只可以 深 表 协议 另外 大曼茨斯特警方 也都建议旅客 不要 去那里 还有 要小心那些制造麻烦的年轻人 说真的 英国的 这些 年轻人犯罪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 大家记得付配家 当时被人 或是 老粒了手机 都好像是年轻人 没有记错的话 伦敦的巴士站 大家都要小心 如果住在伦敦 都知道我说什么 其实不单 伦敦的百名汉 也是 我所知道 市议员 卡尼亦 显责了这件 暴乱事件 并且 承诺会 严情少使者 喂 有没有人出来说 他们是年轻人 不要这么说 没有 这位市议员就说 一点也不好玩 你们是伤到人 而且就说 会检查 监控录像 还有 是其他电车站 附近的一些 店家的 CCTV 就是要抓人 有没有人说 他们是年轻人来的 不过抗争战 没人这么说 没人这么说 这位市议员就说 如果确定了他们的身份 将会 是 令到他们受到 很严厉的惩罚 另外 这个 雜誌 一位雜誌记者刚刚经过 刚刚经过那里 其实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一位 男生就拿着 音箱 开音乐 有一大群年轻人 不知开派对还是什么 很开心地跟着他一起跳舞 欢呼 一起这样 去玩 好像 这个新闻就叫 Partying People 而且他们真的说是Skoo Kids 全部都是 应该大多数应该的学童来的 应该是 十一二年级那些人 因为都生得挺高大的 警方之后就说 拜托你停了音乐 因为你开了太大声 而且他担心有人聚集 结果 突然之间 参加这个Party的那班 弟弟 全部冲上来 十分愤怒 之后 就有人向警方订 有 鸡蛋 蜡色 亦都有其他的杂物 警方 最后只可以 出量大量的警力去驱散 其实 初初不够警力的时候 警方都挺狼狈 后来 当然大量的警车 和人手出来之后 他们 被驱散 当然英国 一致都是谴责 这样的行为 不会有人说什么美丽风景线 事实上 英国 是的的确确 这一两年保守党都不好捱 因为社会有很多问题 我们之前说过 英国的初级医生就举行了历史上最长罢工 想不到 今次 初级医生罢完工 就到高级医生 其实我都说过表妹就是初级医生 在英国的薪水 太低了 对一个医生来说太低了 英国国家医疗系统 那些 高级医生 和一些医疗顾问 就是举行了十几年来首次罢工 呼吁 提高薪酬 否则 8月份 会有一个更加大型的罢工 就是大罢工 英国高级医生的领导人 呼吁政府提高薪酬 避免8月份有进一步的工业行动 当然8月份的工业行动应该是更加厉害 因为这些高级医生 和一些 工作人员 其实他们对于 一些轮筋症的人 因为他们有很多专科 其实那些已经是等得太久 由于疫情 和人手不及 病人已经等得太久 所以其实这样等于变相 鲜压身为政府 之前 英国国家医疗 服务系统 NHS 这些高级医生 就举行了十几年来首次罢工 为期两天罢工第一天 其实成千上万的预约 和 这些叫做 文诊 和手术都被逼取消 在这次罢工当中 医疗服务部门 最有经验的医生 只是提供 圣诞节服务 圣诞节服务就是最低的服务 因为那时候人手最少 并且正是提供圣诞服务 最低限度服务 和急诊 但是很少提供 常规的护理 英国医学协会 BMA 顾问委员会主席 Sama博士 他和同事尽了一切努力 希望政府听到我们说话 包括多次写信给 卫生大臣 Barkley 并且想着 和其他的大臣会面 结果 都是没人理他 这班高级医生就呼吁 今年的加薪幅度 要高于通胀才行 作为解决15年来 15年来薪酬 被侵蚀问题的第一步 就是要加薪 之前英国政府 在去年 加薪4.5%的基础上 今年又被高级医生加薪 加薪 但是 Sama 这班高级医生的头就说 我们要求的只是公平 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直都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 上个星期 其实申委成 亦都宣布 将会接受 医生申酬 审查机构的建议 但是排除进一步谈判的可能 其实你看看其他的五眼集团国家 你看看英国 跟别人比差多远 英国 医学协会 星期四的时候 就在伦敦举行一场 声势浩大的集会 领导人Linch 他就 说 如果你 你不肯加薪 8月24号25号 我们会进行大罢工 当然这班高级医生就说 各位大臣的立场 是站不住脚的 他就说 其实高级医生们 真的希望政府 可以 在8月24号之前 提出一个建议 因为 他们都不希望罢工下去 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 这样真的太不幸 我们只可以 继续采取行动 但是 卫生大臣就说 我们非常重视 国家医疗系统顾问的这个工作 和高级医生的苦房 这个就是为什么 政府完全接受独立申筹 审查机构的建议并且改革顾问 养老金税收规则 这个就是英国 医学协会长期一直以来 在争取解决的问题 我们解决但是你不够 解决了一个还有很多诉求 巴克里 作为大臣他亦都说 我对讨论 非申筹问题 的大门 你听着 是非申筹问题就能谈 其他就不能谈 但是 这个 申筹裁决 是最终裁决 所以我们敦促英国医学会 立即结束工业行动 代表 全英格兰医疗 机构的NH Paris 的CEO 就叫做 哈利 他就说 早期的情况表明 各个 机构的员工投票率 差别是很大的 不同机构 都要制定计划 希望确保急诊到位 但是他亦都说 不同员工群体之间的 撕裂是越来越激烈的 因为每个群体 都在努力应对自己生活成本压力 以及 薪酬谈判 随着 医疗服务系统 的 问诊名单已经创纪录最多 没办法越来越长 因为你有罢工 之前有大流行 等待问诊的人就越来越多 后证名单这么长 你不加薪 不请多些人 根本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其实 分歧可能会产生 持续的影响 令到英国各民的健康受到巨大影响 海外 机构 甚至海外政府都积极地 招聘高级医生 是的 初级医生我们都是高级 来我们昆士兰州 做护士就有两万元 是真的有的 因为 这个小BC的妈妈都已经是离开了 越来 当然做医生更加多 越来越多的人 被吸引到 这个私营 的部门或者直接退休 医生就说 离开这里很容易 真正困难的是表明立场 我们想保护这个行业 保护国家医疗系统 这个就是 不想走的初心 当然现在英国政府的彩利也有美 英国政府现在也看到 通胀劲 他们也是要 出一出声的 原来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他们就将矛头 指向了超市 就说 超市令到 现在通胀那么大压力 他们就说 食品价格高企 并不是 零售业缺乏竞争造成 但是 他们将会 是监测 近期通胀下降后 零售商 是不是会继续 大量追逐利润 其实什么时候都追逐利润 看看你有没有道德去追逐 这个英国机构 警告各大超市 就说 不要当我们傻 我们要审查 因为通胀有所下降 你们不要狂地追逐利润 并且呼吁政府改革 定价 政策 帮助消费者 但是保守党不会这样 有派怎么会 搞这些东西 小政府大市场 让他们流行 这个英国 竞争及市场管理局 刚刚发了份报告 就说他们发现 食品价格高企 并不是零售商 缺乏竞争造成 但是 随着投入成本下降 竞争压力 将会变得重要 这个星期当然 公布了这个通胀数字 由8.7%跌到7.9% 降幅 亦都是 0.8%不错 但是 依然 是不救的 英国政府就说 随着一些生鲜食品 零售商 的投入成本开始下降 他们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 有迹象表示 他们计划开始令到 利润恢复到原有的水准 其实他都可以说 我没问题 我本来就有这个利润 他们就说 在未来几个月会认真监督他们 确保 成本下降 但是 不可以是大量加价 或者成本下降 你也要跟着加价 跟着减价 但是 一向来说 保守党政府是很少做这些事情 一般是看市场 当然 现在食品价格 通胀率 是接近 历史最高水平 但是英国政府 收集到的证据似乎表明 这种通胀不是有行业竞争问题 是导致有些人 在 这个 逐利逐得太厉害 那当然 这些东西 你必须要查 但是你查不到的话 很难交代 会得罪一些 supplier 得罪一些 这些 大型的 超市 到时 他们都很有实力 你不要忘记 因为当时他们 说不够货车司机 就已经令到全英国很麻烦 那么 我们看回 现在 更加 是 有 政府人士就说 不可以 有这个贪婪通胀 贪婪通胀 即是 指企业将价格提高度 超出他们自身 价格压力要求的程度 那么当然 这些 超市是不是 看着通胀的势之后 加个价格都不合理 那么现在 通胀跌了 你没理由还是那个价格 那么 其实我觉得 保守党 肯不肯这么做 真是很成问题 因为 现在这个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 希望政府这么做 但是我相信政府 就应该 不会有什么动作 因为始终他们的选票 很多来自商家 所以 如果保守党得罪这些大商家 这些 大型的零售商 我想他们的选票 都很有 可以说是诚意 另外 最搞笑 我们知道 这个 秦刚 就是 消失于人的视线 整30天 原来又关英国事 英国 他们就说 当然这个是彭博报道的 就说 这个外交部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 消失于 这个媒体的 视线接近一个月 英国外交大臣 其占明就决定延后 原本这个月底 的北京之行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媒体就报道 因为 秦刚 不跟他谈的话 可能他到时出回来 你怎么知道 秦刚不跟他谈的话 他 就觉得 可能 会有不确定性 就是说 如果不跟我谈的话 或者换过 外交部长 将来怎么办 其实将来都没事 一样 两个国家现在就讨论着 其他的访问日期 当然 这个是 彭博报道的 英国外交部 目前 是未有任何回应的 其实我都觉得 一样 谁去都一样 那么 这班 港妈除了 担心万成的治安之外 亦都是暗自欢喜 因为英国撤 五个国家免签证的 入境待遇 其实这个免签证入境待遇 包括红都拉斯 所以 台媒就很开心 红都拉斯 跟大陆建交 抵死英国撤销 你们的免签证待遇 那边箱 台湾很开心 这边箱 其实 新而英港 别人都很开心 因为他们就说 这个等于对 香港护照 特区护照有所警示 我相信就不会 因为 英国 政府说的 就是说 为什么要将这五个国家的公民 的免签证待遇取消 因为基于移民和边境安全所 决定的 你说 该去的人 即是BNO 该去的都去了 所以 拿特区护照 的人会不会再去一大批 我就不相信 我不相信 那当然 那些 宜英的黄友KOL就说 事件对香港特区护照有所警示作用 更不排除英国 在解决 BNO护照评权后 就会对港人关门 浪费 你讲到自己这么大 你先解决了你们的评权吧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更新 detailed 再见 再见 再见